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恰恰我能吹进小巴当, 其所依然故心所外, 其我中世大吉吉沙巴, 探戒大吉将出其梦。 三世一般去春世美多长, 离哪里心里的禁八地, 三世心度米的佛外, 若果难他心来吹巴胸。 三世一般来, 聖上至五百地 été美田玞雀家人。 三世一般来, 武尖我文尊责说, 一ider Mrola吉祢, 左利他, 证明在国内 Bali, 快火? 三世一般来, preference! thermal虚度米焺悦一意。 三世一般来, careers! 包在佛外人, 将自己无 rope? 三世一般来, 草自弘, 贤舜 Carolyn袁虎王, 花礼子 Jun!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燕贡 那么燕贡这个法门,那么我们就是台湾或者说是华人啊 这个概念我们是学自于藏传佛教 从藏传佛教这边学到这个法门 那近年来好像在台湾还有华人界就非常的流行 我个人的话是蛮早就接触这个法门的 大概在民国79年 民国79年算起来是什么,1990年 1990年那时候开始接触,开始学习,开始研究 然后慢慢慢慢的 那么一直到今天 那么 现在这个好像很多佛教徒都蛮喜欢修燕贡的 那感觉上呢,好像说有些人本来 是从这个所谓的民间信仰 从民间信仰 或者说家里有祖传的这些拜拜啊,烧香啊 等等这些信仰,然后渐渐的开始接触佛教 那好像说呢,学了佛之后佛教里面没有烧金子 佛教里面没有烧紫钱这回事 那有些人就觉得,那我是不是烧烟贡可以来代替烧金子 我看不少人有这样子的概念 就拿东西就往火里面丢 这样子呢,就跟民间信仰的烧金子一样 那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告诉大家 你就不用学佛了 不用学佛了 我们学佛,我们要知道佛法的殊胜之处在哪里 佛法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如果你不明白佛法的殊胜特殊之处 你将佛法当作其他的信仰,其他的宗教 那么上师的佛法的特殊之处 那就不需要学佛了 所以我们要先明白佛法的特殊之处 明白我们在修什么 这样子我们才明白说 为什么在佛法里面有焉供这种法门 我们又是为什么来修焉供 这样子 所以呢,可能白本上面稍微写一下东西 这样子 首先我们要先明白的是什么呢 我们学佛只有一个目的 学佛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解脱 就是解脱 那么佛陀 佛陀所教的解脱呢 是究竟解脱 究竟的解脱 什么叫不究竟的解脱 就好像说现在天气很热 我们开一下冷气 舒服了 这是暂时的解脱 然后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很好吃的饭 赶快吃一吃 舒服了 暂时的解脱 口好渴 口好渴 两小时没东西喝 真的快要受不了了 那这个时候呢 前面有一杯饮料 就拿来喝了 好舒服啊 这些就是暂时的解脱 但是暂时的解脱 它不究竟 所以不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你之后还会再受到这些痛苦 比方说我肚子饿吃饱了之后 就永远不再吃了吗 不会啊 下一顿还会饿嘛 对不对 然后呢 饮料喝了 舒服了 那过一会儿 汗一流 又渴了 又不舒服了 所以吃这顿饭 喝这一杯水 它不是就近的 因为你之后还会需要 那冷气开了 舒服了 但是如果冷气坏了呢 如果冷气关了呢 又开始热了 所以这些解脱啊 都只是暂时的 而且你还会继续在受苦 那佛陀教的呢 不是佛陀教的是就近的解脱 就是我们能够从一切的这一些 痛苦当中完完全全 永永远远 就就近近的解脱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要达到就近的解脱 那怎么达到就近解脱 不是嘴巴讲讲就好 然后就是佛说 信我得解脱 佛摩讲过这句话 没有 信我得解脱 没有 你要照着佛所说的方法去做 才会得到解脱 所以说我们并不是信了佛教 这样子就一切ok了 我们要学佛 我们都讲学佛对不对 学佛 其他的宗教很少说 比方说这个信上帝 有没有说要学上帝 没有 因为上帝是学不来的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就是为了要得到就近的解脱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知道 先知道说如何达到就近的解脱 有同学问 老师你今天不是要来上烟供吗 是啊是啊 我是要上烟供 但是如果你连学佛都不知道 你修烟供修个什么呢 但是我尽量短一点 尽量简单一点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解脱 不能解脱 为什么我们还在轮回当中流转 这个问题的癥结佛都讲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有无明我直 无明我直 我直就是执着有一个我 执着有一个我 那无明呢 无明就是笨 无明就是笨 不明了 简单的说就是笨 不明了 这是什么呢 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我们执着的我存在 我们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去执着它 因此呢 产生了轮回 因此产生了轮回 所以我们要从轮回当中解脱 就是要去除无明我直 要去除无明我直 将无明我直给清净掉 我们就可以从轮回解脱了 所以我们学佛要学的是什么呢 去除无明我直的方法 这目标很清楚吧 学佛为了得到解脱 不能解脱的原因是因为无明我直 所以呢 我们要解脱 要去除无明我直 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除无明我直 那佛就讲了 去除无明我直的方法 就是什么呢 无我空性的智慧 学习无我空性的智慧 所以依着无我空性的智慧 可以对之无明我直 那就从轮回当中解脱 清楚 理路很清楚 但是什么叫无我 什么叫空性 这个就是个问题啦 好 那么我们要学习无我空性 我们简单的说呢 这个就是佛法所讲的智慧 智慧 佛法所讲的智慧 不是说你去菜市场买菜 然后呢 这个一斤菜多少钱 然后两斤萝卜多少钱 这个你算得清清楚楚 不会被菜饭骗 这个叫做智慧 不是 与这个无关 与这个无关 佛法所讲的智慧 就是无我空性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开发 无我空性的智慧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智慧之良 智慧之良 什么叫做智良 智慧之良 智慧之良 就是我们要到远方 要到远方 我们要准备的这个 牛草 凉草 就是给自己吃的凉 给马吃的草 准备凉草 然后准备一些水 准备一些干粮 然后准备 比方说草鞋啊等等 古时候是这样子 智慧 我们要到这个目的地 我们要有足够的资良 然后让我们可以安然的到达目的地 所以我们要达到解脱啊 我们最需要的资良就是智慧之良 智慧之良 因为我们要靠的是无我空性的智慧 这样子 但是呢 我光是讲个无我空性的智慧 各位 现在你们证悟了吗 有证悟的举一下手 有的话 换你来讲 没有那么简单啊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呢 我们在学习 无我空性的智慧 也就是在累积智慧之良的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有足够的顺源 要有足够的顺源 比方说呢 我们本来今天 今天不只有录影还有直播 对不对 结果呢 我们的直播就搞不定 搞不定 那么我们这个 今天准备看直播的同学们就看不到了 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一堂学习的机会 也不是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以后看录影还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但是今天就学不到 下次看 下次下次看 他不见得有这个机缘看到 也就是说呢 他想要学习 无我空性的智慧 但是顺源不够 顺源不够 还有我们今天可能有同学 想要来上课 想要来上课 那出门前 出门前突然间 这个 儿子肚子痛 我要只好带儿子去看医生 那突然间呢 要出门了 然后呢 老公说 那衣服还没洗 要先洗衣服 中午还没煮 要煮饭 然后就没有办法来 这些呢 就是顺源不够 福德不够 福德不够 我们学佛啊 学佛 学佛我们常讲说 也需要福德 对不对 大家可能很积极很努力的要累积福德 累积福德干嘛 累积福德就是让我们在轮回里面过得更快乐 然后呢 越砖越深 然后出不来吗 当然不是嘛 如果你累积福德 你只是想要过快乐的日子的话 那个就是在轮回混 那个没有要解脱 我们累积福德的目的 就是要作为学佛的顺源 买一台好的洗衣机 衣服丢下去我就可以出门了 给儿子很好的照顾 吃很好的食物 让他不会肚子痛 你不会说要出门的 然后儿子肚子痛 然后呢 买一辆摩托车就好了 可以骑到上课的地方 或者足够买一张票 然后到上课的地方 然后还能够有些许的钱 可以供养一下师傅 再培持更多的福德等等 这些呢 你能够将你拥有的福德 拿来学佛 这个就叫做福德之良 福德之良 同样的福 你拿来享乐 那就没有了 好 你有个一千块 一千块 你今天就出去游山玩水 好 那就没有了 一千块 你拿来买车票 好 然后来上课 那就变成了学佛的之良 所以同样是福德 它不见得就是福德之良 福德要用在学佛 作为学习智慧之良的顺源 它才叫做福德之良 所以当我们的智慧还不是很够的时候呢 我们的确需要有足够的福德之良 来帮助我们多学习 多累积智慧之良 因此呢 我们为了要解脱 为了要解脱 无明我执 为了要对之无明我执 我要开发出无我空性的智慧 这个呢 就是在累积智慧之良 那为了要能够好好的累积智慧之良 我要有学佛足够的顺源 因此 我要累积福德之良 那么今天所要教的焉供 今天所要教的焉供 就是累积福德之良的方法 所以今天先确定一下 我们干嘛修焉供 为什么要修焉供 究竟来说是要得到解脱 我们学佛只有一个目的 要得到解脱 那么呢 我们直接的来说 那焉供如何得到解脱 就是我们借着修焉供 来修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然后呢 正得无我空性 然后就解脱了 大家听得好高兴 那我这样子修就可以得到解脱了 不是就可以啦 就渐渐的可以 那么感觉上 离解脱好像就不是很远了 还有一段路 但不是很远的 如果你知道的话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修焉供 你把它当做跟烧纸钱一样 那你就是把东西丢到火里面 你就觉得OK了 这样子的话 离解脱还远得很 还远得很 所以首先请大家 要有一个清楚的脉络 我为什么要来学焉供 这样子 这样子明白吧 好 那么 既然啊 既然啊 我们已经 已经写出了焉供 写出了焉供这两个字 那么 我们就先来讲讲 在藏传佛教里面 根本就没有焉供这个字眼 从来就没有焉供这个字眼 好 这个字眼是 这个字眼呢 是 这个汉人发明的 藏传佛教里面 没有焉供这个字眼 从来没有 那有的是什么呢 有的是两个字 我要不要写藏文啊 写一下好了 一个是上 我们中文翻译成上 一个是 这两种修法 这两种修法 看起来类似 看起来类似 然后被称为焉供 但实际上是两种修法 两种修法 这两种不一样 那但是 看起来类似 这个我渐渐的 慢慢的 我会把它给解释清楚 但所谓慢慢的 老实说很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轮回 不晓得轮回多少节了 我所谓慢慢的 就是说 不是马上 但是可能 可能 这个 这一堂课 或下一堂课 就会讲到了 所以实际上 对我们的解读来说 还是很快 还是很快 好 但是呢 我还是慢慢的来讲 上根树 的这些修法 它是 我们可以把它归类 归类为所谓的烧尸法 烧尸 就是说呢 用焚烧 这种方式 来做 布施 或者供养 这样 那这样的方式呢 在佛法里面 非常的多 比方说 点灯 有没有 我们点灯 也是用火 点灯 烧香 烧香 那还有在藏传佛教 那还有在藏传佛教 比较常看到的 就是所谓的火供 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 上 还有树 的这些 汉人称为烟供 的这些做法 都是属于烧尸法 烧尸法 烧尸法就是把供品 用焚烧的方式 用焚烧的方式 来产生 产生一些 比方说 烟啊 火啊 光啊 等等 然后来作为供养 或者布施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做法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做法呢 这个其实呢 是人类的 人类共通的 的一种行为方式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先从 这个一些 人类文明的 方向来做一点小探讨 然后再来回到佛法上面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 火 火这个东西呢 一般我们在文化人类学的 的领域当中 我们会将它作为 人 人 跟其他 生物 主要是 这个 动物 人跟其他的 动物 从我们佛法来说 就是出生到 产生 分野 对 划分的一个 一个 界限 就是来自于火 当然还有很多啊 但是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么 我们甚至于说 人类的文明啊 就是从人类懂得用火开始 因为火这个东西呢 就是 对一般的这个其他的动物 还有对比较原始的人类来说 是很奇妙的东西 然后它会发出强烈的光芒 然后它会发出强烈的光芒 我们这边有灯 对不对 还蛮刺眼的 那么 我是真的刺眼 因为年纪大了 可是以前没有啊 以前除了这个 以前除了这个 太阳 月亮 星星可能产生不了多少作用 然后 但是火可以产生 产生出强烈的光芒 还有呢 会产生很高的热度 而且火它会蔓延 然后它吞噬的东西 会被 会 我们现在可能 我们知道会有什么作用 但是 从比较远古的人来说 被火烧到的东西 它就不见了 变成另外的东西了 等等 所以 它是一种 非常奇妙 不可思议的东西 除了人之外 其他的动物 都很害怕火 都很害怕火 所以我们 这个老祖先 老祖先 开始会去接近火之后 开始懂得利用火 用火怎么样呢 用火来驱赶野兽 用火来防止野兽的攻击 同时呢 它是热的 我们老祖先 藉由火来取暖 然后呢 它烧掉的东西 烧掉的东西 如果是其他的动物 一定的烧烤 会变得比较好吃 比较好吞咽 比较美味 等等 火啊 对人类来说 就是非常的 非常神奇 而人懂得用火之后呢 就彻底的跟其他的动物分开了 所以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 就有这个神 有一个神 叫做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 从天上把火 带来给人类 那使得 使得这个人类又更加的接近神 所以众神就很生气 就把 就这个 处罚普罗米修斯 让他绑在这个高加索山上 然后 每天有这个秃鹰 来灼他的内脏 然后 吃完了之后 他又长出来 又再吃 就是一再一再的受这个苦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将火带给了人 那么 因此呢 让人的这个智慧 生活等等 有了很大的提升 甚至于 更接近神 所以神不高兴 大概如此 大概如此 那这个 这个神话呢 就体现出了 就是说 火对人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 乃至于呢 提到说 火 是神送给人的礼物 等等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火是多么的重要 这样子 好 那么 那么 人类啊 除了用火来驱赶野兽 取暖 那么 烧食物 等等呢 然后呢 因为对于火的崇拜 崇敬 那开始赋予火 许多的意义 这也是我们人类很特殊的啊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抽象的思考 那比其他的动物 那比其他的动物 来得更加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 头脑的运作 来得更多 所以我们会种种的思考 那么 渐渐的呢 火就被赋予了很神圣的意义 很多文明里面呢 就有火神 就有火神 那么 很多文明呢 都会发展出 对火的一些幻想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只能说大概啦 因为我们不能够确定 我们只能够是从文明的演变当中呢 我们来推想 大概呢 东西经过火之后 那原来的样貌就消失了 所以呢 人类就有一些想像 是不是他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 他是不是呢 就升华了还是怎么样 所以渐渐的人类 就会觉得说 我们可能呢 可以用火 套着火 跟另外的世界沟通 另外的世界是什么呢 比方说 死掉的人 死掉的人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种 烧东西给亡者的这种想法 像几年前 几年前有一次 我的手机坏掉了 然后那个 就我的 我的学生 不是不是坏掉 我到尼泊尔去 参加法会 就被偷了 我的手机被偷了 同样是手机 台湾来的也没有比较好啊 我的手机被偷了 然后就 我台湾的学生就说 拉玛 我们这个 立刻集资 给你一台新的手机 我说 可是我现在在尼泊尔 没有办法拿到 那就有学生说 那拉玛 那我烧给你 我烧给你 我说好好好 我们对话到这边结束 好 好 这个就是那个很多 不是只有我们 我们这个汉人啊 就是很多 很多 很多文明就有这种 这种想法 我们 借着烧的方式 那么可以 可以传递这个东西 比方说 给王者 或者呢 给神明 给神明 所以刚刚讲到的 比方说 点香 我们可以烧香 很多文明烧香 就是说 借着这个香 因为香 会烧烟 往天上窜 就觉得说 这个可以上达天庭 可以给神明 等等 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 或者说呢 点火出了光明 光明呢 那可以给王者 照亮 他的前途 或者 照亮 照破 他的痛苦 等等 这些都是 人类的一些想法 那这些 这些想法 这些想法 就是说 也给 也给这个 人类的文明 就是说 带来了很多的素材 也有一些意外的 什么意外 我举例来说 意外应该很多 举例来说 据说 这个 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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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主要的 主要的维生 有这个 狩猎 还有这个 农业 那农业 那农业 玉米 你们知道吧 就是在 印第安人 种玉米 是很普遍的 所以他们有些 有这些收获 充满了这个感恩的心 然后就会把这些收获 比方说 也投到火里面 来供养神 类似这样的概念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呢 就会有这样的行为 比方说 列了一头熊 把熊的肉 把熊的肉 投到火里面 然后供养神 或者说甚至于 比方说 还给那头熊 也不一定喔 然后呢 种了玉米 种了玉米 玉米就投到火里面 还没讲完 这个时候 玉米就跳出来了 为什么 它就爆开了 变成玉米花 这个东西还更好吃 有这种说法说 玉米花就是这样子 发明出来的 这样子 蛮有可能的 我也觉得应该是 那总之呢 这个就是 给予火 赋予火 许多的意义 然后呢 有许多的应用 造成了人类文明 有许许多多的 这个 怎么讲 很丰富的一些发展 那么 乃至于呢 我们现在要讲的 就是说 在西方世界 在西方世界 很 很 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说 很普遍的宗教 就是一神的信仰 就是 天主教啊 基督教啊 那他们的起源 犹太教 犹太教的 这个 旧约圣经里面 就清楚的 就清楚的 记载了 像是火供 烟供 这种的做法 那叫做什么呢 现在基督教可能不做了吧 我印象里面 基督教不做了 就是 叫做 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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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将 贡品 投到火里面 来 献给 上帝耶和华 最早的记载 应该是在 创世纪里面 今天是讲佛法 没错啦 但是呢 我就是 要先做一些 要先做一些 比较广泛的阐述 我们再来进入佛法 这样才会显出佛法的 这个 重要 好 你们应该都知道 圣经里面讲的 最初的人类 就是亚当 然后从亚当的肋骨 抽一根 变成夏娃 然后呢 两个犯的错 偷吃了智慧素的果实 或者分别善恶的果实 然后被赶出了伊甸园 这段我很快就讲完了 赶出了伊甸园之后 他们就在 伊甸园外头生活 然后就开始 开始生小孩啦 然后好像 第一个小孩叫做 该隐 该隐 然后第二个小孩 叫做亚伯 后来还有第三个啦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来讲这两个 该隐是 这个 就是 他是个农夫 他是种田的 种田的 那亚伯呢 他是牧羊的 畜牧 牧羊的 那么 依照上帝 那个时候 上帝跟他们离得还不远 我们现在好像离得很远 怎么叫都听不到 那 那个时候上帝也离他们还不远 上帝说 你们要把你们的这个 就是你们的所得要供养给我 于是呢 他们就 他们两个 该隐 该隐就将他 他所种的这些 谷物 谷物就收集 然后 放在火里面烧 然后这个烟 烧出来的烟 就四散 就四散 然后呢 亚伯就准备了一只羔羊 就是小羊 很嫩的 放在火里面烧 哦 就这个烟 就直冲上天 直冲上天 于是呢 他们就认为说 是上帝接受了 亚伯的供养 接受了亚伯的繁迹 而不接受干饮的繁迹 所以干饮 一怒之下 就把亚伯杀了 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 应该是这样子 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 那么 这个呢 可能就是 在一神信仰当中 我们从这个 犹太教 天主教 基督教 的这个系统 因为不止这个系统 还有这个 伊斯兰教 等等 他们的起源 都是一样的 那 他们比较原始的记载 相似 所以可以互相 互相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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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能有一些 可以有一些 新的发现 因为你如果 只专研 某一个 某一个分支的话 可能会有点狭隘 那 稍微 稍微多看一点 那可能 视野会比较 宽阔一点 好 那 这个 依照这个 犹太教 天主教 基督教 这一支的圣经 来看 这个就是最早的 凡祭 最早的凡祭 那 这个呢 就像是烟供 就像是烟供 烧这个烟 烧这个烟 然后呢 来供养给上帝 那之后呢 圣经里面 也不断的出现 凡祭 这个词 乃至于 上帝 有明白的说 要用 黄金 乳香 墨药 来供养 那 有的可能 我也不晓得是怎么供 啦 据说 他们好像有五种 祭宪的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 今天的主题是 燕供 所以 我们今天 讲的就是凡祭 讲的就是凡祭 那么在 我现在讲的是说 在犹太教 天主教 基督教 这一支的信仰里面 本来也有 类似 火供 烟供的 这种仪式 那但是到了基督教 就没有了 到了基督教 就没有了 因为基督教 基督教的旧约 里面当然有写的 新约之后 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说法 是说 耶稣 耶稣 让自己做了最后的献祭 所以 以后 人类不用再 再做这个献祭了 然后 这个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 这种 重要的概念 但我 这边讲的 人家会误以为 我可能 实际上是牧师 所以我今天为了要 为了要介绍 介绍 燕贡 我只讲到这边 这边的重点是 在这样子的信仰里面 原始也是有这样子的修法的 那么在中国 大家就很清楚 过去呢 就有烧香 然后也会烧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到后来呢 渐渐发展成 好像烧纸钱很重要 那烧纸钱 给神 然后给这个祖先 给鬼 给好兄弟 等等的 烧一堆纸钱 这样子 那其他的文明 那我就不再多 多阐述了 因为我们所常见的 大概是这一些 那最重要的文明呢 是印度的文明 佛法是从 是从印度来的 所以我们要稍微 了解一下 印度 印度的话呢 就有我们翻译 叫做护魔 护魔是音译 音译 那如果异议的话 可能就叫做火供 火供 在印度 以前他们的宗教 有些人讲印度教 这不大恰当 印度教是 近代的叫印度教 古时候 那么其实有 有许许多多的宗教 大家我们明白就好 因为我如果再把它 讲得很清楚的话 我们这门课就不要上了 印度呢 以前的宗教呢 就很早就发展出了 火供 那么 就是 比方说 有所谓的习争怀租的火供 你要习灾 你要习灾 要修什么火供 要烧什么贡品 那你要争议 要增长财富 增长智慧 那就要烧什么贡品 修什么仪轨 很差 很复杂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就要修什么样的仪轨 然后就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 那以火供的火供来说 互摩的话 就是 习灾有习灾的贡品 争议有争议的贡品 怀爱有怀爱的贡品 降服有降服的贡品 要这样子 用不同的贡品 不同的仪轨 乃至于呢 修给不同的神 等等这样子来做 在印度呢 就有护魔 那到了佛法 到了佛法呢 这时候我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什么呢 就是说佛陀他在印度出生 没有人不知道佛是印度人吧 佛在印度出生 在印度的文明当中长大 他当时说法的对象 就是印度人 所以他必须要藉由印度的文明 来传达我已经插掉的这个解说 解脱的概念 今天佛陀在印度讲法 他可以用台语讲吗 他可以用客家话讲吗 不行啊 因为人家听不懂 听不懂 所以他要讲的是印度话 他要使用的文明是印度的文明 文明呢 它就像是一个容器 今天我们要喝水 我们要喝水 我们要有一个容器 那么 有这个杯子我就很容易喝到 如果没有这个杯子 就很麻烦 我可能 可能我还要跑到河边 然后用手来咬这个水 或者说你这个手不也是工具吗 好吧 那我就要像狗一样 用舌头来舔 有杯子真好 所以 我们今天要传达一些概念 一些思维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用 我们这个对象 他们所用的语言 所用的文明 才能够传达给他们 所以佛陀呢 在印度出生 在印度长大 他所传法的对象 是印度人 他用的当然就是印度的文明 所以你们要知道 我们穿的 生人穿的袈裟 就是当时 印度的修行人 都这么穿 都这么穿 那只不过是说呢 我们有些许的改变 比方说那个有弟子说 我们的衣服常被强盗抢走 那佛说 好 那我们先把它给 先把它剪开再缝起来 那这样这个强盗就不好用了 然后呢 这个有国王跟佛陀 跟佛陀反应说 我远远的以为你来了 我就开始顶礼顶礼顶礼 啊不对 是外道 那你可不可以把衣服 跟其他的 跟其他的这个 宗教做一点区别 好 所以那个别人 别人批的这个 批一啊 他那个末端是有这些 有税 QQ 然后佛说 我的弟子 剪断不要有那个 好 所以我们就是单纯的一块布 没有旁边的税 好 等等 还有 脱波 脱波 佛陀那个时候 佛陀之前 本来印度的修行人 大部分就脱波 好 吃完饭要精行 对不对 精行 所有的宗教 印度所有的宗教都精行 好 都精行 好 乃至于 现在 到了 劫下安居的时候 对不对 劫下安居啊 根本就是佛陀 佛陀 佛陀 佛的教团被外道骂 夏天一直下雨 地上都是虫 那个 乔达摩的 乔达摩的弟子 还出去脱波 踩死一堆虫 那佛陀想说 嗯 那这样子也不对 好 所以外道 本来有 截下安居 佛教没有 从善如流 那我们也 开始有 截下安居 好 等等的 就是说 我们 佛陀 他并没有 要飙心利益 创新一大堆 有的没有 没有 佛陀 顺应着 印度的文化 那么 将 他的究竟解脱的精神 藉由这个文化 将他传递出去 所以 这个我们 大部分的宗教吃饭前 吃饭前 可能会做一些念诵 所以 非宗教徒 看起来都一样嘛 念那些细细念 不知道你念啥 可是呢 如果你有学佛 就知道 同样是饭前的念诵 那么 信天主 就是要 要感谢主赐给我这顿饭 那我们佛教完全不一样 我们是说 有这顿饭 有这顿饭 我们怎么样 实存五官 对不对 我要怎么样想 以及这个饭 我要供养 对不对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那个概念 跟基督教的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看起来相似 实际上不一样 那么佛陀 佛陀引用许多的做法 也不是引用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嘛 所以佛陀 佛陀也这么做 但是呢 我们要明白 佛陀 他所教的里面呢 就有无我空性的智慧 是任何一个宗教里面 通通没有的 所以呢 在佛教里面呢 我们也有像烧丝一样的东西 我们也点灯 我们也烧香 然后呢 也有像护魔一样的东西 我们有火供 我们也有烟供 但是 他的这个概念 他的精神 跟其他的外道是不同的 不同的 这个我们要了解 像有些人 以为说 以为说 跟外道一样的 那那个呢 就是外道 差多的呢 我们佛教跟外道 看起来一样的 太多了 看起来一样的 太多了 但是呢 里面的精神 完全不同 所以要再抓住一个要点 如果你没有抓住佛法的精神 你去做这些行为 那就跟外道差不多 那么 就离解脱 就远了 所以你 我们今天做任何的修行 做任何的修行 如果你只是 只是维持的外在的行为 只是维持的嘴巴的念诵 你的心 不了解佛法的这个要点 佛法的精神的话 你所做的 叫做明治佛法 就是只有佛法的明 没有佛法的实 那就跟外道一样 那么 就用不着学佛了 今天大家 如果大家可以来这边 上课 乃至可以看到 看到这段节目 表示你是 你是一个佛教徒 或是对佛法有兴趣的 所以你如果只是学到 这些仪式的外貌 那这些精神 你没有学到的话 那就离佛法太远了 那就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是 焉供 我焉供已经插掉了 因为 藏文没有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焉供 那么 你如果不明白 为什么要修焉供 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修焉供 这些你都没有搞清楚的话 那么 你只不过是把这个东西放到火里面烧 就跟外道相似 不明为佛教徒 这个就不是佛法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 我把这个讲清楚 那我也 第一堂课 讲的比较杂 我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把这个概念先 先讲清楚 我们今天学佛的目的只有一个 是要得到解脱 所以我们修焉供的目的 也是为了得到解脱 因此你如果 不知道 为什么要修焉供 而得到解脱 来修焉供的话 那就可惜了 你只是把这些东西烧掉 那甚至于 可能只是浪费这些物质 还有更可怕的 就是可能会被環保署来抓 那这个就 这个搞不好还会被罚款 这样子 好 那么 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 就大概上到这边 那么 我很希望大家 第一堂课 如果听不清楚的话 再多听几次 所谓听不清楚 不是说我口齿不清 是说我要传达的意念 好好的想想 好好的想想 那之后呢 我们再 我们再继续的深入的探讨 不然你把 你把这个佛法的节目 你把它当作是 当作是 这个 一般的电视节目 准备个爆米花 准备个可乐 脚翘的在那边吃 这个法师讲的 不错 我继续听下去 所谓讲的不错 就是跟你想的一样 这法师讲的不好 我转台 那这样子就可惜了 佛陀辛苦 辛苦了三大二生奇迹 为了众生的努力 我们把它当作一般的节目 如果当作一般的节目的话 那我应该会去看 雷神索尔第四集 那个可能还比较好看一点 不要 我们今天是 我们的目的是解脱 所以大家好好的把它给想清楚 好好地反省一下 那我们下一堂课 我们继续再来更深入一点 慢慢深入 下一集还不会很深 慢慢慢慢的 我们把燕共这个法门 把它给学好 好 那我们这堂课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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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选择印度那个充满了种种的不平等 人权很低下 那个时候的印度还很脏乱的地方 他出世了 他降生在印度 就让印度充满了佛法的光明 那些不平等我们讲说阶级总性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出世 所以消除了 至少在佛陀的身团里面不存在了 再来我们大圣佛教都很喜欢拜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有痛苦 他就会去什么地方救度他们 那地藏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是最痛苦的 乃至于地狱道的地方 地藏菩萨都会去那个地方救度他们 所以对佛教徒来说 我们不是害怕兵营馆 害怕坟墓 我们应该说 我们要把光明带到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怎么办 我们在那个地方会害怕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快求光明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光明的力量是谁啊 阿弥陀佛 无量光的力量 观音菩萨 大悲心的力量 地藏王菩萨大悦的力量 所以我们如果去殡仪馆 去医院 去一些不干净的 甚至闹鬼的地方 我们会害怕怎么办 赶快念佛 我们就赶快合掌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这个时候啊 这个痛苦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就变成佛的净土 就变成佛清净的世界 因为我们把佛的力量带给他了 所以在佛经里面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房子 一千年都没有见到阳光 一千年黑暗的地方 只要一盏灯亮起来了 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我们只要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成清净的 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的 所以不是害怕它 你看哦 我害怕坟墓区 我害怕去医院 但是你还要去啊 你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 因为你害怕 你就会有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妄想 然后到最后呢 你的情绪就越来越负面 越来越糟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反而很容易 被那些负面的力量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用正面的力量 佛的力量 带给那个痛苦的地方 我们要把地域转化成极乐世界 要把这个五卓二世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要怎么转化 念佛 用佛的名号 威德力 佛的功德力 带给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吉祥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净 到时候呢 大家说 我又要去扫墓了 为什么 我要去坟墓去念佛 我要去医院了 为什么 我要去医院念佛 透过这样子 我们就不会害怕 而且可以转化那个地方 成为净土 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重点 就是把不清净的地方 转化成清净 把痛苦的世界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透过我们的力量 谢谢大家